大家好,我是Kimi 今天我們就放一個台北防止開箱 好像很奇怪的這個Terms 但是我因為在台灣其實現在租了一個 代替了香港Studio的房子 所以我今天就來開一開我們這個箱 整個都挺大的箱 一天來就有一張梳白床 這張其實是爛了,中間砍開了 然後房東也很好 自動幫我們換一張梳化才讓我們入住 這張梳化比本身那張 之前那張的食物都沒有那麼漂亮 其實台灣的房子很多時候都會包所有傢俬 雖然它也是包了電視、電視櫃 然後有些廚房、廚櫃等等 會包床屋 所以都很齊全 它聲稱這些叫一廂入住 那我們進來 進來呢 這裡呢 就有個很漂亮的Open Kitchen 其實呢,平時人家拍照的那些呢 拿著那些 寫著木鏟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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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我們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天廳的位置 可以做飯館 因為我們還沒買飯館之前呢 就打算在TapTap這樣坐著 這張東西呢 都是房東包起來的 所以其實它是真的什麼都有的情況 我覺得這一瓶水是我們這一兩天要喝的 兩天才能喝一個半瓶 喂,你有沒有看到啊 6.2L啊 你喝多少水啊 我喝了很多 我想說 它最漂亮是什麼呢 我一進來呢 最漂亮是起床 真的很漂亮 雖然它有蜘蛛網 因為旁邊呢 是廁所啦 廁所是很普通的 都是 它是棋缸的 裡面呢 就有個洗衣機 不過呢,台灣我也發現 是柱水式的熱水爐 是沒有煤氣爐的 所以呢 洗澡之前有點麻煩 因為香港不習慣 多數都是煤氣爐 然後呢 就進來我們這一間 主人... 主人房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間做主人房 因為它有兩間房 這一間的衣櫃 是超級漂亮 很厲害 但是這個衣櫃 這個是這樣說 一個女生有沒有試過 放衣... 衣... 衣... 我想說什麼呢 衣櫃 衣櫃是放不到的 衣櫃 女生從來只是沒有位置放衣 我現在是衣櫃 是不會放得沒有衣櫃 那就是代表了你的衣櫃太少了 是啊 就是買衣櫃 不是啊 其實香港... 香港一樣是爆了 我以為 然後呢 這張就是床 那本身呢 這張床之前呢 床上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不幸運 我們有一集發現了一條M 那麼奇怪 上一手這樣說 然後呢 房東也跟我們說 幫我們換了它 而換了的時候呢 我們來到第一眼看到呢 它整張新的床上 是連張包膠的字都還沒開 這樣告訴我們 我幫你換了 我喜歡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在東雷灣住的話呢 你租屋呢 如果它本身有東西的話呢 它是本身包些什麼 那些什麼損壞了 你進來見到呢 它都會幫你換 我不知道是這個房東還是台灣 我聽過Normally台灣都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房東我覺得都挺好 好了 我們看看隔壁房 有沒有可能上一手房東在這裏破處 然後這間 但是現在 說到現在沒心機說話 這間是客房 但是客房呢 我覺得是比主人房漂亮的 但是為什麼 我要拿來做客房呢 它是英文風 我明顯這裡 對不對 其實我本身覺得這個牆是比較漂亮的 但是呢 因為我想要一間女生的房 而旁邊的牆是那些 不知道黎紅色 所以呢 我就選了那間房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間房漂亮 沒錯 因為這間房令到你的臉都黃色 什麼啊 真是說 還原回實色 給一樣色 沒錯 你騙人 我明明查了美藍箱 美藍箱是會美白的 這邊為什麼另一個不太想選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的衣櫃是小一點的 而這個衣櫃呢 也變成了一個小型的figger櫃 所以這個figger現在暫時帶來的不太多 什麼的 咦 隱藏了一隻昨天我們夾到的 好醜樣啊 好醜樣啊 你看看它 好醜 它的眼 應該黃子魚肚子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工作的area 工作的area 是小過香港很多的 但是呢 沒有主機的關係 我們這裡就是用lip 所以我覺得 都夠的反正又夠好 好 平時剪片現在都是站在那邊剪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還沒找專門 所以呢 每個人做的就是這樣 好醜樣 然後休息一分鐘 然後起床 然後又回去 老闆看完了 那我們呢 回歸回我們的正題 那就是這裡呢 就是22000元新台幣租的 那就是呢 5600元港幣左右 那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過來台灣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本身呢 香港在觀塘那裡租了studio 然後呢 它就重建 然後我們就被迫遷 那本身我們租約到夏年12月的 但是忽然間被迫遷的情況下呢 那我們又覺得 咦 台灣一個這樣的租金 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你想想 在香港 如果賣幾二萬元租的話 你是租到這個位 但是問題是 這裡是五千多元 那你減回 有萬幾元 你放飛來飛去 其實 你就當自己在團 出去了這個茶灣 那樣 我覺得 都很方便 所以我就 其實 這麼喜歡台灣 我經常都來台灣 那就直接 半輩來台灣 那我覺得 來台灣住 或者來台灣多個地方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香港人的Plan B 那下一集呢 我就會玩個台灣當地的Agent 但我們來看看 其他台灣的樓 究竟是 什麼價位 有多大 還沒有服 那些相片是否真的 其實有很多很多這些資訊 你香港人都很想知道的 對不對 所以下一集呢 就會帶大家去看的了 那記得留意下一集啦 在這裏 你走 我還會說 你走 你走